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大宝剑的合法性 其实就是西方国家的风俗性产业 只说国外 如果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联想 首先大家知道 这个在很多法的国家 它就是合法的 我们常说的黄赌毒三个危害 毒品基本上所有国家都非法 没什么好说的 霍国殃民的东西 赌博在很多国家是有限制性合法 那像在中国 在澳门地区也属于合法 像在新西兰 如果你太沉迷于赌博 你的家人都可以跟赌场说 不让你再进去 赌场真的会乖乖的执行 不让你进去的经营 但是风俗业一般是交出税 符合安全标准 在规定下运行 它就是合法的 西兰这边也合法 那么西方国家 为什么把这个定为合法呢 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 这个跟毒品和赌博 有本质的不一样 首先这个本来就是 人类的一种本能需求 而且是人类繁衍的本能需求 这个对人类也没什么损失 这个不是捐卵子 捐器官带运什么的 你不挥洒出去 它自己会溢出来 另外它不会伤你的身体 或者钱财 人类有种保护机制 运动过后 它会强迫你休息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赌徒 可以在赌桌上 混十几个小时 你有听过哪个人可以做活塞运动 三个小时以上呢 你看到的日本片呢 很多都是呢 多次合成剪辑的 因此伤身体 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不会上演 这玩意就跟美食一样 再好的东西呢 你吃撑了 过段时间 你就不想吃了 因此呢 你也不会乱花钱 你想想 你在外面吃饭店吃的多呢 还是在家里吃的多 哪怕是在家里点外卖 你也算是吃家里的哦 那么剩下就是社会问题了 我们这个可以分几块来说 男性的特点呢 出轨很多都是肉体出轨 今天光顾一位济师 过了三天了 除了性别 估计长相名字都忘了 所以对于感情的问题 基本就是没啥问题 没有感情出轨这回事 还有社会上单身男性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了 我要重点说 如果某个地区男女比例失调 或者某个阶层 很难找女朋友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渠道来解压了 你再怎么不济 你攒几个礼拜前去找个济师 搭档预许一下 如何生孩子这个活动 这些经济实力 你肯定是可以的吧 然后流汗了以后呢 第二天你精神饱满的工作 集中非常好的 劳逸劳结合 对不对 另外对于社会的稳定 也起到这些作用 比如骚扰案啊 强奸肯定会少 因为他们有地方发泄了嘛 你想想男女比例失调的地区 它可以减少这种强奸案的发生 好 当你发现可以这么解决了 那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 可以解决房价无理上涨的问题 其实目前的房子 应该够居住了 但是中国人呢 有结婚买房的习惯 这个习惯呢 其实也没多长 至少在见过以前 是没有的 归根结底呢 就是卖房市场 男多女少嘛 尤其是优质女生 什么是优质女生呢 你以为是懂情绪书画吗 扯了 就是外貌 你想反驳我吗 简单 你就举一个穷男丑女 一见面就对上眼的例子给我啊 相亲的圣男士女不算 所以哪有什么一见钟情 都是性冲动 当我发现我吸引而追不到的女神 今晚在某夜总会的风俗场所 有一个长相相似的 却可以跟我角色扮演 而且配合我的表演演那种情景剧 那多好啊 我要什么女神 这位技师 他就是我的女神 假如我现在能够合法解决我的需求了 我追你这些女孩子干嘛呢 何必拿着热脸贴那个冷屁股呢 既然我不是要娶你了 或者追你 那我也不需要买房了 也不需要想办法为了保护我父母的钱 而躲避房产质上写你的名字了 所以第二点 发达国家除了移民因素外啊 不可能有房价疯胀的状况 他们年轻夫妻结婚 租房的大有人在 没有人会去 以失去尊严为代价去追女神的 更不会为了追女神而花费 超过自己经济实力的愚蠢行为 当然了 这个的缺点就是导致生育率不高啊 对老龄化不好呗 大家注意啊 你看是不是 西方国家很多生育率都不是很高 最后 某些国家认为啊 目前的风俗化合法呀 也有助于对正经女性的保护和尊重 前面说了 可以降低强奸等刑事案件 另外很多女神不会内卷到 上游吃撑 下游吃土的网红产业 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技师好不好 你做什么网红啊 还给你刷嘉年华 我手都不能摸 想当年你在夜总会 可是明马标价 同手无期的呀 重点是呢 这些网红啊 除了脸蛋 摆pose啊 和做那些技师的能力 可以说没有什么其他擅长的了 却在某些网红公司呢 包装下呢 弄成各种的材料 比如绘画佛园 就是种材区 他们就装装样子了 也不知道那些画的书法 是不是他弄的 就负责露肺 露腿 熬各种造型 然后人气呢 比正经的画家还高 但是广大网友呢 就把正经的画家 跟女技师那种网红来比较 说女技师的画功啊 要高 为什么 因为他的粉丝多呀 这不扯了吗 光是被拿去比较 都是对那些正经的艺术家 那种侮辱了 你想想 如果这种合法了 你就不用刷家里话了 大家看到的也是 亲情世界 所以 这个世界上 再高高的上的建筑 也必须得有下水道 和光明的大厅并存 但是如果你堵住了下水道 那么误会 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蔓延上来 像古代 就清朝前 你的卧室里面的床边 就是马桶啊 你爽吗 那还是有钱的配置呢 据说呢 某人因为坐那大宝剑进去 在里面居然是很多高管 高学历的行业精英 在里面谈人生理想 临别是互相加了微信 他说啊 这个群绝对比在什么 航空公司VIP的 候机厅的那种质量要高 现在的明星呢 也挺难的 要求男子气概 但是又不能敬女色 不能睡粉丝 偷偷摸不行 公平交易不行 又不敢有女朋友 否则你分手了 也怕被捶嘛 我看你还是别做 流量大的明星了 这还算好的 如果你是屌丝 你连找女朋友的机会也没有 你怎么办 你睡自己吧 根据目前的现实状况呢 合法解决性需求的 只有三个 第一 去国外养生 比如说像东哥 长期包养 快速换女朋友 这个是没问题的 保养关系啊 其实很难解释为蔓延标准 至少按照 我们刚才的这个答复 很难解释 这就会导致女朋友 或者是性方面 很正常的需求 变成了只有权贵 才有的特权 因为这三个合法的途径 都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经济实力 或者权力可以触碰的 你想想看 国外养生的 不知其美的东哥 他最后有事吗 他没事 因为在那地方 他就合法的 回来 你能把他怎么样 没事 王校长两个月换个女朋友 给钱 给礼物 给资源 这是多么大的经济支出啊 还有什么 他什么事也没有 剩下的就是长期的二奶了 这个建立在单独买房 和高额的包养费的普通人 你能想吗 顺便说一下中外区别 很多发展国家对违法分子的隐私 是有保护的 除了性别 没有法院的许可 其他是不能公布的 包括名字代号 缩写 足以等等 这某反某敌啊 这种没说跟说了都没区别的 这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是道德问题 或者影响不好的行为 从法律上来说 是不能进行邮件事中的 包括现在的网络邮件 还有一个国外跟国内的最大一个区别 就是对于私德和行业行为标准的看法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认为 剽谴没多大事 剽技是不行的 国外对私德不在意 很多艺术家都是渣男 比如毕加索 达列什么的 包括李瑟 这位钢琴家 就是个风流大帅哥 甚至肖邦本人还被包养 国内比较在意 出了点问题 就会殃及前后有关的作品 很多参与工作的相关人员 也会被联作 而国外对行业道的要求 很高 像剽谴 这是伤害他人的行业利益 但凡定为剽谴的黑历史 基本在国外 就很难再混下去了 终身的黑点 不允许你在业内继续玩下去 当然国内容量度就很高 你看那些剽谴者的作品 依然可以卖 依然在各大平台可以看到 依然可以在这个行业混得风声水起 哪怕是板上钉钉被法院判的 比如超穷瑶的那个工所什么什么 还有小四的 很多超日曼的 以及一大堆实锤的音乐抄袭和裁缝作品 现在各大平台依然能看得到 抄袭者什么是都没有的 继续抄抄财财 比如现在有个歌手叫石旅的 不久前他的名字叫武高 他的作品就被编抄得体肤完肤 他能怎么样 继继继续被受害呗 总之一句话 国内嫖妻不行 嫖妻嘛 该干嘛干嘛 反正没事 国外是嫖妻永不操身 行业内人人得以诸之 嫖妻嘛 私德不会曝光的 被曝光道歉好了 作品不会下架 尤其是戏服很少的那种 观众一直在听这样的音乐 就以为这样的音乐就是标准的 但是其实不对的 我们应该拿出一个专业的东西 这场对他考试的那个题目 那不是一个刁钻的核心 他就是扭了安抚来 我其实最大的疑问就是 那他歌曲是怎么写出来的 终极原因呢 就是他们的法律精神 核心就是认为 舆论和法律机构应该是分开的 比如多年前的麦克逊 被冤枉了 当时是一些媒体 说是一个小孩 一个叫钱德瑞小孩 诬告麦克逊心心难同 整个世界舆论都对他不利 但是他也并没有出现在什么 淡言纷纷解约 作品下架的问题 至少法律没看嘛 最后犯不罪 他名声的确实受很大影响 因为是毕竟拿钱跟他和解了 直到十多年后 麦克逊失事 那个小孩长大了 他承认诬告 最终为这个流行天王证明 但是麦克逊是没有见到这一天了 为什么会保护犯罪分子的隐私呢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基本人权 还有一个核心呢 就是他们认为普世的法律精神 就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在于 这个事件或人对社会 有没有危害或者造成损失 这是关键点 就是有没有受害人 没有受害人 你为什么要告他违法呢 那另外的 你不能把捡到失误 像施主所起钱财 而定为一种违法行为一样 你必须实经不畏 你不这么做就是违法 你不能这么做 像两千多年的孔子就认识到 如果你把道德标准无限拔高 那人们的反应就是不做好事了 好事采取回避 因为做好事成本太高了 我捡到你的身份证扔掉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我要还你 我得联系各种单位 花时间又没报酬 又好比看到街边不平的现象 最好办法就是抹开 快走做了好事做不彻底 做不到圣人级别的 你就会被骂了 不如不做 而对于施主 尽管他乐于给钱办事 但是被很多号称正义知识给毁了 我再举个现实常见的一个见证例子 很多欧美的超市 我说欧美的超市 会把很多没有问题 快过期却没过期的食品给扔掉 就是毁掉 不会捐给穷人 为什么 因为怕出问题担责任 你给的不是全球食品 已经有凌驾在别人的道德问题的嫌疑了 如果吃出问题呢 还有货因物流出问题呢 你要做就得做全套 万一的一个环节出问题 别人就会骂你为父不仁 侮辱人 甚至会到法院起诉你 让你赔一大笔钱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烧掉 毁掉 买掉做肥料 因为不做就不会错 好比我们都谴责前段时间 那些手剑 自以为有正义感的快递小哥 在人家 由各个的金箔枪 他们乱写 我们谴责他 是因为他不懂金箔枪是什么的吗 还是仅仅因为他 不尊重别人的隐私而守剑呢 你看他那笔字 是像受过好的教育吗 但是他只觉得 自己的精神很崇高呢 你们精神崇高吗 顺便说一下 在东南亚国家 这些基本都属于违法 阿宝剑都属于违法 包括日本 没想到吧 但都是名上违法 拉不下这个面子嘛 还有一个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税收 所以如果想学人家合法 我们内部地区肯定是不行啊 实行一国两制的地方可以 比如说已经有个一国两制的澳门 那国采是合法的 那么南方呢 也有一个城市 一国两制的 他也一直很喜欢乌克兰的 那个乌克兰像不是 欧洲的子宫吗 所以可以考虑在那里发展 这个产业 以前不说一个巴士司机 可以包一个深圳的大学生吗 我们也可以头头抱你吗 你们看着点赞吧 迟早要闪 怎么就是imiz Gerade 那边边摇门的